妈妈 妈妈那个去跟她学一个东西 马上就回来 知道了吗 哇塞 她姐姐现在陪你玩活好不好 好的 听话啊 别这样到这上面 要记得啊 那个弟弟不能碰 知道了吗 她这些东西也不能塞到嘴里 塞到嘴里就会咽下去 我就中毒了 知道了吗 哎 这个 不能捅啊 如果你这个塞到嘴里 你 你就会卡住上嘴 知道了吗 不行啊 不行 没了 只能这刷发就是座子 不能排在刷发底下 这你就会滚过来掉了 闻到嘴里的 哇 包饺子沾水太可爱了 和另一个小朋友独处 看见他表现出害怕时 感醒安慰 他沙发秒准时 实验沙发是用来做的 你也太会了吧 小伙儿不禁感到佩服 其实从这次细节中 都能看出小子的家教 是非常好的 前段时间对于网友偶入 饺子买地摊 和顾客交流起来 一点都不漏气 爸爸在一旁齐心观察 没有上前帮忙 这也是对饺子的一种考验吧